夏天要到了 想必大家都沒什麼心情在臉上畫太好重的妝容吧 今天用i-mini的產品來和大家分享 持久不暗沉的氧氣感好感奶茶妝 低飽和的色調讓整體看起來無害又自然 好感度大提升 今天的妝容有三大重點 第一 原深感肌膚 底妝輕薄不厚重卻有濾鏡般的磨皮質感 第二 低飽和度同調妝容 整體同個色調的妝容 可以讓人看起來沒有什麼侵略性充滿好感 第三 MLBB唇 不會太過長眼的唇色 打造自然又和諧的整體妝容 首先底妝要用到的是 i-mini的我愛林岸城奶霧持久粉底液 以往都是對i-mini的氣墊比較熟悉 粉底液家族終於也推出新品了 這個是今天奶茶妝的靈魂人物 我們剛剛有講到今天妝容的第一大重點 就是要製造乾淨清薄的底妝 再配上可愛的奶茶色 就是今天完成奶茶妝容的關鍵 這次的外包裝非常的可愛 外形像一個小奶瓶 所以也暱稱為小奶瓶粉底液 大家不要看這小小一罐 裡面其實有50毫升的容量 比起一般粉底液30ml足足多了 快一倍的產品量 所以它的CP值非常的高 總共有三個色號都試在臉上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1號 2號跟3號 因為我們今天打造的是氧氣感好感的妝容 我想要讓臉看起來透亮氣色好一點 所以我會選這個比我膚色再白一點的1號色 也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流動性比較高 像乳液一樣非常滑順好推 延展性也非常的好 即使你是新手不用工具 也可以輕鬆的上妝 如果我今天想要打造的是比較輕薄 但是又要持久一整天的 我就會一層一層一層薄薄的上 我不會一次上很多的量 因為我覺得上完一層 讓它大概定妝一下沉澱鏡皮膚裡面 然後再上第二層 這樣你一整天再帶妝 如果有脫妝的情形 它也不會整塊崩落 每一層每一層都會盡量上薄一點 鼻子這邊盡量用魚粉去帶 因為只要鼻子妝一厚的話 看起來整個臉就會很假面 妝感很厚重 看我上完一層 只用了大概不到一半的量而已 再堆疊第二層 這次第二層就不要把這個粉底 帶到臉的太外圍 因為我們選的是 筆膚色在白一點點的色號嘛 所以我們就集中在面中的地方 讓它有提亮的效果就好了 然後主要也是要增加這個 臉部中間的遮瑕度 這個小奶瓶粉底液它主打的是 零粉感奶霧肌的妝效 所以給你們拉橫鏡看 它上臉完全不會有厚重的粉感 在山峰啊 我還是可以感覺到 我底妝底下的皮膚 它是輕薄透氣的感覺 粉底液基本上都還是需要定妝 才可以完全不沾口罩 但我在這邊就大概給你們示範一下 我把衛生紙壓在臉上 所以它是蠻輕薄不黏膩的 那我剛剛在上第一層的時候 遮瑕度大概是在六層左右 需要的部位可以在上第二層 像我的下巴有痘印的地方 現在差不多就是七層左右的遮瑕度 喔而且這一瓶有SPF30 PA3個加 對日常的防晒來說已經非常夠用了 那因為我現在有打光 所以可能妝感看起來會有一點點偏光澤 其實我本人看是偏微霧面的妝感 以我乾肌來說的話在天氣比較熱的時候 我帶妝大概半天之後會出油形成奶油肌 所以這個小奶評分底會推薦給中性到混乾的肌膚使用 如果你是油肌到混油肌的人會推薦 搭配這個定妝噴霧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混油到油肌的朋友 可以參考的英國彩妝師Wayne Gauze 膠水底妝大法 會用到愛秘密的我愛超瓷妝定妝噴霧 先噴一層定妝噴霧在臉上 噴的手法是先X再T 最後是V 然後再將定妝噴霧混合粉底液 我大概會噴兩到三下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用量去調整 雖然有混了定妝噴霧 但是我覺得完全不影響妝感 粉底還是非常的貼附 然後也不會結塊 最後再壓一層薄薄的蜜粉 這樣子夏日不脫妝的膠水底妝就完成了 眉毛啊眼妝塞紅都完成了之後 可以再噴一次 這樣它不僅可以定到你的底妝 它連塞紅啊眉毛也可以一起定妝 另外這個定妝噴霧也做個小實驗給大家看 我把眼線粉底眼影都畫在手上 噴一層定妝噴霧 用定妝噴霧都要靜置一下 等它乾成膜才會有定妝的效果喔 噴過定妝噴霧的這一側比較耐磨 所以有更好的定妝力 用少量的遮瑕把臉部的瑕疵處理乾淨 好那我現在都上好遮瑕了 我也來噴個這個定妝噴霧 先搖勻 然後因為我都很怕噴到我這個髮根會濕掉 所以我都會這樣把我的髮根擋住 然後這個瓶子要拿距離臉 大概這樣應該是多少 20到30公分左右 然後先T 再X 最後再V 這樣子 等大概3到5分鐘讓它沉膜 等完5分鐘 現在感覺整個底妝就像是一個薄薄的保鮮膜一樣 緊巴著我的皮膚 最後呢再用蜜粉 大概按壓一下定妝 底妝打好這個妝容真的就完成一半了 那接下來修容要用到的是 愛咪咪的我愛冷脆摩卡修容盤 加裡面這個最淺的顏色 今天修容不需要太腫 這樣子很自然的就可以了 下巴這邊修短一點 然後鼻影化合中間跟最深這兩個顏色 先上個眼影打底好了 因為我想要把修容帶到眼窩處 上一點在唇方上緣 縮短人中 然後也讓上唇有翹翹的感覺 上一點在下唇 那因為今天的妝容比較是以腮紅為重點 所以我會先上腮紅 今天用到的是 愛咪咪的我愛奶茶裸土腮紅盤 其實愛咪咪的腮紅前前後出了好幾個色號 但這次的奶茶色系 最深得我心 整體是溫柔白大的奶茶色系 從最左邊開始是01杏仁奶茶 02蜜桃奶茶 03焦糖奶茶 那我今天用個什麼好呢 來先用這個最淺的顏色 那我會從黑眼珠對下來正下方 然後這個地方 開始上 然後再往後帶到臉頰外側 然後再往後帶到臉頰外側 好那接下來就來畫眼妝 好那接下來就來畫眼妝 首先拿三種牌裡面最淺的這個顏色 首先拿三種牌裡面最淺的這個顏色 鋪滿整個眼窩 然後這個範圍我會上的還蠻大的 然後這個範圍我會上的還蠻大的 一路上到可能快要碰到眉毛的位置 然後也把這個顏色帶到下眼影 然後也把這個顏色帶到下眼影 用最深的這個顏色 要在眼尾 往前帶到睫毛根部 先接到下眼尾 那用中間這個顏色 暈染一下最深色跟最淺色交界的地方 過渡一下 然後因為今天我想要製造一個 焦柔焦柔的感覺 沾最中間這個顏色 沿著你眼睛過敏會紅紅的這個 下睫毛根部的地方 調一下睫毛 拿咖啡色的眼線筆畫眼線 眼尾畫一點點就好 可以拿一個深棕色 或是我就直接混合 修容盤跟三紅盤的這兩個深色 直接沿著剛剛畫的眼線上面把它暈開來 帶到下睫毛根部的地方 用修容盤勾勒一下臥蠶 今天睫毛貼個像這樣子的吧 分段貼然後貼在真睫毛的上面 拿一支眼線一筆填補一下剛剛 我剛剛貼完夾睫毛 然後睫毛根部有一些膠的地方 然後最後再刷一下睫毛膏 用的是愛咪咪的我愛長俏抗暈睫毛膏 因為我下睫毛真的很稀疏 所以我也用貼的 這樣貼好了之後用一個打亮 上在眼頭 還有鼻頭 臥蠶 最後唇彩的部分 因為要戴口罩的關係 再加上我們今天妝容的重點 就是不會太強調唇妝 可以選這種MLBB色 就跟唇色接近的 這個是愛咪咪的我愛極物考察唇膏 色號是10號 顏色是像這樣子的 這個顏色的輕拍在唇上 然後再唇中央 加一點顏色 那我們剛剛用了腮紅盤 沾中間這個顏色 沾染一下唇周 上一點打亮在唇峰的地方 那基本上你可以畫到這邊就停了 但是因為我今天想要更有那種 氧氣感 所以我會再疊一個透明唇蜜 最後呢我想要點幾個痣 最後完妝尾再噴一次這個定妝噴霧 那這樣子整個妝容就完成了 我大概是四點的時候 把我的底妝畫完的 然後現在的時間是 七點半 因為中間還有去吃飯什麼 然後我們家樓上也有在施工 所以中間就排排停停的 過了很久的時間 接下來我會做八小時的實測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底妝的持久度 現在是晚上的九點半 也就是距離我上妝大概五個多小時左右 我剛剛基本上就沒有做什麼事 主要是把我的房間給整理一下 然後有丟垃圾什麼 就是有走來走去 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底妝的狀況 我現在近看呢 主要就是我這個比較容易出油的 就是我法令紋上面這一點 然後還有鼻子側面的這個地方 就主要是中間的這一塊 比較有出油的情形 其他的地方 妝感都維持的蠻好的 然後我的腮紅也沒有掉 唇彩我補了一下 因為完妝的時候有疊了一個透明唇蜜嘛 妝容的完成度是很夠的吧 對不對 大家看一下覺得 是很漂亮的唯物奶油機 好那我們就等上妝八小時的時候再回來看 OK 現在的時間是半夜的一點半 也就是上妝到現在 是不是已經九個小時啦 來看一下 現在的出油就是明顯比四小時的時候再多一點 然後在我的這個下巴跟仁妝還有法令紋這邊有一點點膚粉 可是不會到很嚴重 就是感覺補個妝什麼就可以解決 因為我現在都是九小時完全沒有補妝的 然後除了唇彩有掉一些 我覺得好像腮紅也算是都看得到吧 還在 那來看一下它的暗沉的狀況怎麼樣 我把這個新的粉底上在眼頰側邊 然後我們就是跟這一塊比 因為這邊是有腮紅的 看一下這邊是新的粉底 這邊是舊的 其實我肉眼是沒有看到非常明顯的暗沉欸 我來把這邊臉頰暗的油光暗掉一點 我是真的覺得暗沉的狀況沒有到很嚴重 看這一塊跟這一塊 總結來說呢 這個i-mimi的小奶瓶粉底液 其實我是蠻推薦給你是乾肌的人 在夏天的時候用 因為它其實沒有非常非常強的控油能力 所以就算帶妝一整天啊 也不會覺得皮膚越來越乾越來越乾 然後覺得皮膚很緊繃不舒服 而且它剛上妝的時候 妝感就蠻漂亮的 然後也可以修飾肌膚紋理 像乾肌的人通常都會有一些 可能乾燥脫皮容易起泄的地方 這個趕快上上去它就可以修飾的蠻好的 然後一整天下來 其實我覺得浮粉的地方也沒有到很多 所以是一個長時間帶妝 然後可以形成微粗油奶油肌的一款底妝 如果你是大油肌的人 這個我就不推薦了 混油的話可以搭配定妝產品 例如定妝噴霧蜜粉等等的 好的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適合悶熱天氣的 氧氣感好感奶茶妝 我會把產品資訊都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開來看 好那就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可以按最一定的頻道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們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